八荒六合中 近年来最大的八卦就是帝君他老人家 终于找到他逃婚两百年的小娇妻了 真是可喜可贺 而依旧远在西海的之贺却还依旧不知情 当初听说婚宴取消了 义兄未敢到 他开心了许久 看吧 果然义兄不是真的喜欢他 也许就是看白凤酒漂亮 新鲜两天 过了劲了自然而然的就看淡了 婚宴都取消了 可见义兄也没真想取他 西海水君近几日要赶往九重天 他便也求着 说要去见见一兄 水君毕竟只是一介小官 之贺公主毕竟还是帝君的一美 想着也许是帝君婚宴将至 兴许是想趁着帝君他心情好 求一求情 那自己还是做个顺水人情吧 于是便欣然同意了 可怜之贺还不知道帝君与白凤酒 马上就要大婚了 因他在外服役 重灵未免多生事端 自然而然没有给他发婚姻请柬 而之贺自从来到西海 便仗着帝君异媚的身份 一直高傲冷然地对待仲仙 仲仙们也乐得看他自娱自了 自讨没趣 此次大婚 要比上次还有郑重 开了座玉山河金矿 做成了金玉良缘的奢华请柬 可见对凤酒殿下多么重视 接到请柬的先者们都兴奋不已 因为凭此剑可以在碧海苍林游玩两百日 婚宴流水席奢华无比 甚至还可以看一看传说已久的圣权 据说那可是父神特意为帝君开辟的 一滴圣权便是颇有身家的各个水君都买不起 更是买不到 碧海苍林位于天之尽头 灵气鼎盛 更是是父神赐予帝君生长之地 曾经的天地公主就是生长于此圣地的 先界众人皆对这个灵圣之地万分向往 可惜此地根本不开放 据说在碧海苍林待一日底的上修行一年 据说此次婚姻 帝君他为了博小娇妻一笑 连母神赐予的凤凰明珠都拿了出来 做婚礼奉官 还制作了两百套巧夺天宫的珍藏版婚服 让小娇妻这两百日天天换着穿给自己看 不愧是曾经的天地公主 果然才大气粗 而在太成功的仲林 自领命以来 天天忙得像陀罗般 好在有些经验 准备时间也比上次要长 连喜无功都派来了众多仙使帮忙打下手 筹备得很顺利 而叶钦提此时就比较尴尬了 自从他得知凡金的经历 便始终在心里有个结 如今却要亲手帮忙布置凤九殿下的婚宴 心情更是抑郁 但重林亡的已经顾不上他了 凤九连着做了好几日的美食 天天想着好好给帝君补一补 帝君看他天天操持得很累 想想还有几日便是大婚了 便放过他晚上只是抱着他睡觉 半夜再起来帮他盖上踢飞的被子 亲请他的额尖凤与花 再心满意足地睡着 婚期将至 东华要去九重天一趟 据说有要事要商讨 凤九看着他逐渐远去清减了许多的身影 想到这两百年来东华都是自己一个人待在碧海苍林 身中剧毒还要忙着进花庙医院 自己还对他误会颇深 顿时觉得心痛不已 赶忙去厨房给他熬补神汤 用尽了各种奢华的补神绝佳真品 想了想 到书房提笔写下要多准备些其他的真修补品名字 在婚礼时看到米谷 一定要让米谷给他多准备准备 以后要多给他补一补 想到他马上就是自己的夫君了 他悄悄羞红了脸 凤九拍了拍依旧红润的脸庞 起身去厨房将补神汤盛出来装好 便赶去九重天了 待到九重天入口 以往只是简单移开兵器的手门 马上点头行李 也对 自己是东华帝君的帝后 又是青秋女君 自是不同以往 凤九笑着点了头 匆匆往衣十三天赶去 路上众仙看到自己也纷纷行李 好不容易快赶到太成功 就看太成功门口居然排了好长的队 凤九赶忙停下脚步 悄悄拦住一位陌生的仙者 问道 这位仙友 今日太成功有什么法会吗 脸上的仙者扶手作一道 这位仙友 今日是帝君回来了 所以我们几位新飞生的仙者来此处请帝君赐接定品 凤九了一声 刚要往里走 新飞生的仙者赶忙拽住他 道 仙友 我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为了太成功管事通知是不得入内的 太成功的守门仙官不会让你进去的 凤九刚要开口 没想到就回头遇上了不速之客 就看知鹤挺胸高傲地走过来 看到凤九手里拿着石盒 不懈地笑了笑 道 怎的 如今又出新招了 你死心吧 我一兄不会再看上你了 你就是送自己上门去 估计他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新飞生的仙者和旁边几位看到此景 偷偷摇耳朵 看来又是来向帝君献殷勤的女仙啊 就是 就是这都递几批了 另一个新仙说道 可不是吗 自打帝君两百年前丢了娇妻 这太成功就没消停过 多少女仙都纷纷上杆子了 也真是太不自重了 仙界这么多仙者 怎的就光往帝君身上贴啊 可不是 哎 这位女仙好生面熟啊 另一位也有些面熟的仙者看到他一愣神 凤九看着之鹤无语道 今日太成功法会 恐怕你竟不去 之鹤冷笑道 我与兄的情分岂是你等可以比的 张开 别挡道 说完 便一把推开凤九 就要往里面走 守门仙者看了过来 赶忙举起兵器 鹤道 不得擅闯太成功 退下 之鹤气道 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凤九无嘴情笑了一声 之鹤愤愤地回头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 我进不去 你也进不去 守门仙者开口道 之鹤公主 帝君此刻正有法会 你不得擅闯 这时 崇林听到门口传来些闹的声音 赶忙走过来喝道 嚷什么 崇林看见之鹤要往里走 赶忙阻拦道 之鹤公主 你无照不得回九重天的 况且今日法会 没有帝君之令 你不得 崇林话音未落 微微侧头便看到凤九 愣在了原地 殿下 赶忙冲凤九迎过去 仲仙都愣了 这可是太成功的管事啊 就是是天大的事 他都不紧不慢的 怎的这回跑过来了 崇林跑到凤九面前 赶忙一手行礼 殿下 您什么时候来的 快随我进去 仲仙纷纷净声愣住了 之鹤更是如雷批一样 凤九摇了摇手 说道 今日帝君有法会 我便不进去了 崇林赶忙道 殿下 帝君若知晓您来了 肯定会很高兴 刚刚帝君还将前面片店都布置成了您最喜欢的粉色 若您来了却未进来 帝君知道怕使要不高兴了 之鹤不可置信 拔尖嗓门道 崇林 你说什么 崇林顾不上搭理之鹤了 赶忙请凤九 守门仙者赶忙移开兵器 汗手行礼 众仙都傻了 崇林开口道 方才 帝君特意嘱咐下来 以后太成功见到您 离规矩与帝君的规格一致 另外 无论什么情况 您都可以进入 无需通报 您快随我进去吧 凤九听到这里 摇了摇手 道 算了 我今日还要去洗蜈公一趟 听说姑姑和姑父 准备要继任天君天后了 我还是去看看他吧 若是姑姑知道 我来九重天位看他一眼 铁定要扒了我的皮 诺 这个 是我刚刚给帝君熬的补生汤 你带去给他 等法会结束了 让他到洗蜈公找我 说吧 便将石和地给仲林 崇林看风 久打定主意不进去了 只得叹息道 是 殿下 对了 小殿下现正在洗蜈公 话还未说完 就看白滚滚和阿黎不远处正急匆匆的往这边跑 口里还大声喊道 娘亲 娘亲 我发现独云上